今天是9月14号 A股已经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盘面 流市行情正式启动 证券暴涨 A股掀起了一轮高潮 上下之处强势战胜了2800点 接下来怎么走 重点看哪里 好一问 当下的市场已经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 我这段时间一直强势大家 要盯紧的一个方向 要告诉大家等信号 信号已经出现了 这个信号就是谁就是证券 所以朋友们 恭喜大家在低位潜伏的 恭喜大家在低位扎堆证券的 应该是能够出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下的盘面已经是有近5000家票数上涨的 而且今天明显的 这里的上涨数放量上涨 相比起昨天上午已经放出了 对吧 1000多亿的量 现在上午的成就量 已经达到了5000多个亿 那么今天很有可能突破8000个亿 那么突破8000个亿怎么办 突破8000个亿 就是一个流逝启动的信号 所以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躺平 怎么躺 重点在哪里 其实我跟大家说很清楚 重点在大金融 银行证券保险 银行的话 在高位涨幅相对说偏 偏少 大家看涨了两个多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证券加多元金融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多元金融出现一个暴涨 涨幅巨大 那么这就是重点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核心 抓住重点 我也跟大家强调过 A股想要大涨 想要爆方 想要启动的话 毫无疑要什么 要金融股动 要证券股爆 那么证券股的走势 就已经说明了态度 好 那有人会问了 接下来怎么走 我告诉你多元金融的话 很多个股市出现明显的 这个什么突然拉升 突然放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块 有一次票 很强势一个是红页期货 这个票的话是属于近期的板块来 核心龙头 今天组出一个什么 大长腿的一个走势 还有就是有一个票 找盘很强 新利金融 这个票又是什么 重组票 所以涛豪伟们成为板块里面 新的领童羊 当然除了多元金融之外 不得不说证券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一个上午的量 比除了一天量还要大很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放量启动 讲了很多回 当他促进放量中长腰的时候 预示着大盘的一个什么 一个新周期 大盘的一个新的上涨 说我们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重点就行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证券板块 有三个票涨停的 一个是太平洋 一个是锦中盘 一个是天后 这几个票有个特点 就是什么 小票券商 所以我强调很多回 最近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不就是小票人机券商 要不就是大票重组券商 所以这两个思路去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有人会说 那还有一些票 也看涨钱找办 其实你去看 这些涨幅居前的 几乎都是什么 属于小票类型的 所以大家能够抓住机会 抓重点就能够获利 就能够吃得住 朋友们 现在市场的主线 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国企改革加科技 以后市场的发动机 就是金融 以多元金融 以证券为代表 所以你咬住了这些核心 就能够吃肉喝汤 就可以躺平 今年能不能回本 就看这一次 你能不能抓住了